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雪中送炭呀 就在刘姨在为凑算力权限而废神的时候 这两个人恰巧地闯了进来 刘姨对魏西说道 你先待在安全区恢复 我去解决外来者 这是顿勇在降落的过程中 寻找着刘姨的身影 在看到首领的身影以后 便计划着落点要离手灵远一点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看来一圈没有找到刘姨 顿勇自我安慰到 既然知道他就在这里 那就在这里解决了他 先把他身上的算力权限弄到手再说 因为算力权限肯定是个好东西 胡渣子对他说过 失去算力权限后 在私人领地以外的地区就用不了架构 即使拥有算力也不行 所以拥有更多的算力权限在境外之地 肯定也有很多未知的便利 刘姨这时来到了顿勇的附近 刘姨开启祝福 全属性强化900 生境覆盖1000下次 攻击攻击力增加5万 钟摆判定3倍伤害 瞄准顿勇的头部 就是一枪 盾勇听到枪响后立马闪躲 可是却被刘姨用禁锢技能锁住 此时盾勇看出了这里刘姨的技能 瞬间盾勇被一枪打中头部 刘姨看到命中目标 兴奋庆祝 可随即看到系统提示 您受到玩家盾勇技能认假的影响 伤害判定您血量扣除40% 刘姨震惊地看着自己的血量 下降了将近一半 此刻拜托紧固的盾勇 目露红光兴奋地自言道 是你吗 耶 随着一声巨响 盾勇提着自己的大锤 兴奋地向着刘姨冲去并大喊道 真是找死的体贴啊 刘姨听到此话 不服输的反击走道 看看到底是谁体贴谁 刘姨看到盾勇的攻击速度 这么慢嘲讽道 就你这速度说我找死 太可笑了 几个回合下来 盾勇未打中刘姨一次 反而是刘姨命中盾勇的数项 但是系统的提示 全是刘姨受到认假的影响 不同程度地进行扣写 盾勇此刻才说道 可笑 你现在心里想的 肯定是依靠速度逃走 不至于被我搞死吧 但是 你已经走不了了 随即盾勇对刘姨用出了嘲讽的技能 刘姨不受控制地向盾勇砍出一击 刘姨血量又被扣除5% 盾勇提起大锤 打向刘姨 刘姨用出修复技能 一边加血 一边抵挡盾勇的攻击 盾勇此事也用出了自己的修复技能 也是一边加血 一边和刘姨对拼 还不忘嘲讽到 你是觉得是由你有恢复吗 不好意思 我也有 而且是不需要消耗实质力的恢复 刘姨随即明白 他这是体质专属技能 盾勇攻向刘姨 还洋洋得意的 面对我这个可以耗死一切的不死者 绝望吧 颤抖吧 然后交出你的生命 就在他得意之际 刘姨瞬间向盾勇打出三连击 盾勇收到系统提示 您的技能 兑换 血量恢复被打断 盾勇一脸的不可思议 刘姨此事想到了之前挑战高塔时的一战 只要在一秒内连续集中目标三次 就可以打断血量兑换这个技能 刘姨此刻看到自己猜测证据 目露红光冷漠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 我刚好知道怎么破解你的恢复技能 盾勇觉得刘姨是威严耸听 碰运气的 随即一边用兑换技能 一边向刘姨捶杂取 两人连续几次的攻击不出意外 盾勇的血量刷刷刷地往下掉 盾勇的血条眼看就到了残血边缘 盾勇惊恐地无法移动 目露凶光的刘姨没有丝毫的连续 一刀便向盾勇砍下莫念叨 死吧 避难所永不倒下的壁垒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